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最后那个 资料剖析 按下它 它会有一个 这个讯息 那特别注意 这个讯息 我刚刚讲过 你就觉得很讨厌 其实像 我的个性就是 反正只要看到 有点不太OK的 我就会想说 有没有办法 把它再做得更好 所以一直会去找答案 OK 那因为你们是 可以有人问 那但是 我没有人可以问 所以我只好自己找答案 OK 所以你说这些东西 我怎么学的 那其实就是自己找答案 所以其实我当然 专长就是 帮你们找答案 整理好 有系统的给你们 OK 那后来发现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 都像我这样子 所以是这个 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自己有自己的定位点 OK 那这是要找到一个方向 那 这也是自得其乐 所以你要自己找到一个 觉得自己做起事来 又不会说那么的 那么的苦闷 那做起事来 当然会愉快 OK 好 那这里怎么去把这个东西给关闭 一个开关 所以你要想象中 有没有什么一个开关 你可以把它 现在是开 你把它关闭起来 那那个东西基本上就是由谁去管理的 由这个Excel 那Excel本身 它其实也会有个很大的物件 这个物件呢 名称就是Application 我刚刚讲过 那它里面有很多的属性 跟它的方法 其实物件啊 不外乎就是属性 跟它的方法 那像是开关这些东西 都是属于属性 或者是我前面讲过 如果是什么状态 什么数值 什么高 什么宽 什么颜色等等的 这些都是属于属性 那做什么事情 那就是方法 比如说 像昨天有同学问一个问题说 老师那像他会一段时间 他会想 他有一个需求 就是用Outlook记信 比如说 把里面之料记给很多人 对不对 那但是他说 自己已经 透过我的那个云端 还透过我的部落 他学会了 可是他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公司的制服器 他会挡 因为如果你批次跑太快了 就是说 一跑 那你变成说 你一次就记了几百封 几千封 那当然你的制服器 会认为说 你是不是有记 什么广告信件 或什么的嫌疑 所以他的需求 就是说什么 他希望 可不可以让他记一封信之后 停个15秒钟 再记下一封 停个15秒钟 再记下一封 就是说 你要能够等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 刚好在 那个Excel里面 Application里面 就有一个方法 叫On Time 他有一个方法 叫On Time On Time意思就是说 当他多久时间 你要做一次 你给他十分秒 几个小时 或者几分钟 或者几秒钟 的一个讯息 他就会 帮你记多久 做什么 你告诉他说 那你再去帮我执行 某一个SAP程序 程序给他 OK 或者是说 他像闹钟一样 每天的几点几分几秒 去做一次这种事 那其实也是 Application去管的一个方法 所以 属性跟方法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们怎么做 所以这个 怎么把它关掉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你按取消也不行 你按取消 它成熟就坏掉了 那所以 如果你要关掉 这个要按确定 他就 底下可能有个清除 清除可能 要不你又用录制的 有没有 录制怎么录制 一样嘛 开始录制 对不对 然后就给他一个名称 叫清除 然后就开始 一 选取 二 抵制 橙色录完了吗 OK 嘿 老师 我录完了 对 我要储存 是这次 你应该用机器 要开用 储存 储存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储存 录制完之后 因为刚刚有同学问到 如果你录完之后 记得把它停止 对不对 它那个东西 会存在你的VBA 就是 这边有个编辑 VBA在这里 那它是跟着 Excel一起储存的 所以呢 记得就最后储存啦 因为之前有同学 习惯上就是直接按储存 然后他会出现呢 是不是要储存 可能很多同学呢 都没有看清楚 就直接按试 如果你按试的话 那你的那个 产据就发生了 试的意思是说 它会把 你写过的VBA 全部都清除掉 所以你一定要按 否 否的话记得 请你把它存成 这个东西 就是存档类型 它预设的格式里面 没有启用聚集 关键在这里 那所谓的聚集 其实 其实我们所谓的VBA 它就是一定要跟着档案 所以这个档案格式里面 除了Excel里面原来的资料之外 它还会有VBA 所以如果说你预设的是 这个格式的话 把它储存 完蛋了 所以之前有同学 这我有讲过吗 没有 因为可能太多地方 有时候而且时间可能刚好到 所以没有特别讲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记得就是说 另存新档好了 用另存新档 它存成这个格式 存完之后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是存这个 它的副档名字是XLSM 而且它的图示会不太一样 会多一个惊叹 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如果你没有存对档 那你的VBA 它就会全部消失了 而且没有办法救回来了 你写的东西就会完全消失了 那没关系 反正云端上还有 你可以复制在贴上 反正只是说回去再多做一次而已 所以之前如果你假设 没有做完的话 那可能就是说 回去再练习过一遍 那因为最后一次 因为我们是课18周 所以最后一周的话 原则上你们要交作业 那以前我是叫你们来上面讲 可是这一次我可能 因为最发现会有一半的人不来 就装死 也不是啊 可能会有压力还怎么样 没有关系 反正如果你实在没办法上来 没办法你就交作业就好了 你就把你上课的东西 做一做 然后最后脚交给我 表示你有上课有来 也有练习 如果前面你没有存好档 趁这个机会回家 再到云端上找答案吧 再练习 你只要把它存档 要不就是说你最后一次 可以啊 你有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你就来前面分享一下 如果没有没关系 你也可以把你上课的东西至少存档 反正这个我们可以比较有一点弹性一点 然后或者最后一次 反正最后一次 因为你们会有个评量 因为最后还是会需要给各位一点一个分数 那这个分数对各位来说 其实也不是说以后升学啊 或什么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就是自己的一个自我要求啦 因为有时候其实说真的 如果这个社会要更好 自我要求能力要更好 如果你每个人都自我要求 那说真的啊 这社会也不用去 要需要有人去管 也就不需要警察了 对不对 最近我刚好 刚好发生一个事情 就刚好呢 跟我出去 然后骑着摩托车在路上 那是在小巷子里面 突然间我就看到警察突然就招手 想说很难得 因为以前警察都完全不理我 即使领检哦 我要检查酒册哦 检查连看都不看 说赶快走赶快走 然后看到我就是一副完全不会喝酒那种 应该是好人 所以完全连酒册都不会理我 赶快走赶快走 可是他居然把我拦下来 拦下来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说很好奇 我想说到底我怎么了 我这么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他说先生 你未打方向灯 我还想 对我到底有没有打方向灯 因为我习惯一定会打 我的习惯 但是也许那个地方是个小巷子 那你再想说小巷子 到底要不要打 你连小巷子都要打的 而且他还站在那边帮我拦下来 第一个心理就觉得有点 我想说我这种人还被你开罚 啊算了 那当然我也会跟他吵啦 我就好吧 跟你开一开就算了 想一想 诶这个 我平生真的很难得被开一张这种罚单 真的有吗 有啊有开啊 我想说这到底是红色的吧 也是好事啦 红单嘛红色 剑红 就想一想 只是说当然 当下是心情有点不是很好 不过想一想 算了 反正这 就当成 所以还是提醒我 连小巷子一定要打方向灯 是不是 连小巷子一定要 不要说因为小巷子就 就不去 反正小巷子更危险 是不是这样子 我说你要抓我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这么安全的人 你给我开罚单 路上多少可以需要开罚单的 后来我回头看 你看那边全部人都完全没有打方向 你为什么就抓我 可能那天刚好运气比较背还怎么样 还是刚刚好最近收入比较多一点 还是 多缴一点 所以他想说这个人应该比较有钱 找他来冲个业绩还怎么样 OK好 当然这地方特别是最爱 就是 重点就是记得小动作把它存一下 OK那存完之后这应该就没问题把它储存 这第一个就是存档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按一下他 这个东西不要出现的话 其实很简单 那我的习惯是如果我做按钮 我会按滑鼠的右键 指定聚集也会跳到那个编辑的画面 这样比较方便 因为按钮你就可以随时去修改它的程式 那这个程式点进来之后 如果你要把那个东西关闭的话 那我刚刚讲 Excel的物件名称 叫做Application 如果你要控制Excel的话 它的物件名称就是Application 也就是说你今天呢 如果你要控制Excel 那记得就是把这个名称要记起来 那它的名称有点长了 不过就是常常打就习惯了 前面一定是App 就是我们现在的手机的App 其实也是这个单字的缩写 Application 那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它会把所有这个物件里面 所有的属性跟方法都列出来 按照英文字母帮你排列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绿色的就是方法 做什么事 如果是属性的话 就是那个手 一个手拿着一个文件 就是属性 那其中有一个属性叫做DIS DI 大概打一个DI 因为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显示讯息方块 显示的话是Displace 那讯息的话是一个Alent Alent 加一个Alent 所以呢 顾名思义啦 如果你要不要显示讯息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啦 DisplaceAlent OK Alent就是跳出那个小方块的东西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按个空白键 或者选它一下 那要丢给它什么 等于 你按等于之后 它有点像开关 那你要开 还是要关 那所以这个时候 当然我们要把它关掉 因为我不要跳出那个东西嘛 所以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点改成False 这样就关闭了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把它关闭啦 我是建议最后呢 程式跑完了 你还要把它恢复 因为预设值是开 如果你没有开的话 以后可能需要跳出讯息的时候 它就都不显示了 所以习惯上怎样 在最后一行 第一行 就是Sub的下面第一行 先关 然后在最后一行 EndSub这边 按个Tab键 再等于什么 等于True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就是先关 最后再记得把它打开 好 程式写完了 那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再Try试一下 这个是开关 好 然后这边的话把它先清除 按一下资料剖析 刚刚是会跳那个 灯 是否什么取代 什么 这按下去会不会 不会了 有没有 OK 所以以后的话 就很好用啦 因为这个地方还好 只显示一次 其实很多地方会一直跳 比如说你要删除列 像你一个回圈 要一直删除列 或者删除工作表 它会一直跳 是否删除 是否删除 那如果说你没有把那个显示 这个Dispressor 关掉的话 它会一直跳 问你是否删除 是否删除 那你要一直按 一直按 那当然不对 所以这个就可以把那个显示的 那个东西关掉 它就不会再问你了 好 那最后当然你可以在底下多个清除啦 OK 那清除你想说这个清除要怎么做 反正录制聚集也可以啦 不过 其实录制聚集 它录下来会可能有 至少写 写大概三四行吧 不过实际上只要写一行就好 当然这个地方我习惯是自己写 怎么写 你可以自己在这边加一个清除 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清除按确定 那里面的话怎么清 其实很简单 给它范围 range c2到18 后面的话清除啊 特别重要 点下去 它会有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clear 特别重要 不要用clear clear是连格式都清 就是 它的里面的资料 还有格式 格式的话 如果你把格式清掉的话 它里面的框线也会被清除 所以这里我只要清除资料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clear contents contents的话就是内容 也就是类似是按delete一样的 这个作用 OK 所以你可以用clear 那个clear contents 当然这里 你们也可以试着录录看 不过录下你会发现 它一样会是先什么range 什么c2到18点select 然后在selection点clear contents 后面两行 为什么 因为它会先有个select的动作 产生一个selection物件 再去做清除 那它我觉得有点太麻烦了 一个动作你为什么要做两行 所以其实像这边呢 有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其实就不需要直接在这个 这个跟这个其实可以省略 可以把这个方法直接放在那个 这个后面 其实一行就可以搞定了 OK 但是没关系 其实差异性不太大 所以以后你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试试看 可以让它更精简一点点 把它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 有没有 这样可以清除了 OK 所以还蛮顺的 而且没做什么太多的事情 只是做录制聚集之后 再加上注解 所以特别重要 所以你录完聚集之后 这个是要养成习惯动作 记得就是要自己加上注解 然后再加上一个关闭 那个画面的这个开关 答案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出 那个只要剖析的 这个相关的动作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把这个稍微试一下 那如果刚刚 这等一下我把程式 也会帮各位把它贴到云端上 那另外就是说 记得把它定存新档 因为你可以先试着存档看看 如果刚刚那个 你没有存正确的档案格式的话 那记得就是说 把它 就是 稍微注意一下 那个 启用聚集的活页部 哇哦 哇哦 谢谢大家